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27号 年快过去了 非常安静 因为在北美 在欧美地区很多地方 还上班 其实这两天这班上就哩哩啦啦 再加上美国 北美地区取消6000架航班 所以你看到新闻 在我眼睛里看到新闻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新闻 蓬佩奥 蓬佩奥很少 我们现在很少看他露面了 挺奇怪的 但蓬佩奥在反共的概念当中 和对中共的认识的概念当中是非常清晰的 昨天星期日的时候 也就是Boxing Day的时候 他在纽约的一家Radio的节目当中 在评述有关奥运会的问题 冬奥会的问题 他直接讲他说他非常后悔 他非常后悔 他当初他握有权力的时候 他没有把北京从奥运会赶出去 就是说他没能够把奥运会从中国赶出去 他对这件事情非常后悔 他认为就现在来讲 拜登所做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平衡 习近平肯定会成为舞台的中心 他一定会成为舞台中心 而且他一定会遭到簇拥 就是很多人会鼎立支持他 他说这种状况的出现 跟西方的价值观的衰败直接相关 钱 就是一个钱 所以这蛮奇怪的 包括加拿大总理这个小土豆呢 也在昨天发表了极其强硬的呼吁 所以这种在西方在北美社会当中 这种政治上的重量人物 以这么强烈的 特别是蓬佩奥大家 他是认识的清晰 那加拿大总理小土豆呢 他这么强烈去呼吁 有一种时代感 先跟大家分享蓬佩奥 他说太后悔了 没把奥运会赶出去 这是昨天他在纽约的上午的一个节目当中 谈到这方面 他说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跟其他西方国家应该站出来 向中国共产党说不 在西方政坛当中啊 在西方政坛当中 能够把中国跟中共分开的不多 到现在都不多 在左派的势力当中呢 就会更少 这是很显然的 所以他认为呢 他没能够促使 就是他没能够当初促使 国际奥会和其他机构 能够使得冬奥会离开北京 离开中国 他非常遗憾 应该是讲 他自己对于他来讲 当初作为国务卿来讲 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西方应该站起来 直接向中共施压 让他付出代价 那他在他们在世界各地欺负 威胁普通爱爱好和平善良的人们 是 这个这个新闻的这些谈不上什么新闻 这些东西呢 去看这些头面 就是在人的普通人的环境中 你看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跟体会 代表着一种时代 这个时代呢 是有着天灭中共的时代 一句话说 当真正天灭中共爆发的时候 那这些好人 你会看到他从中 因为这样的立场观点看法 那种自救 甚至帮助别人 能够重新认清中共的邪恶 就是与撒旦魔鬼式的拒绝 他们起着相当大作用 这是我讲的他的时代 因为他不是一个新闻点 这不是一个新闻点 这是一个态度 就是西方政坛对中共本身 生命品质认知的清晰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表示出来 再表示 很遗憾 没能把奥委会赶出来 然后他提到习近平 他说奥运会肯定会举办成功 他说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美国的企业 如何支持习近平 那而奥运会本身呢 却在关押着 就是他这里主要只是新疆人了 关押着上百万的新疆人 他将成为舞台的中心 他将以非常典雅 非常出众的样子得到支持 这是我非常非常后悔的 非常 他说我们期待着2022年 最容易发生对抗的地方之一 就跟中共在台湾海峡 是 他也认为最容易发生对抗 那我以为 我跟大家分析就说 如果习近平 如果普京利用习近平 普京想占领 这个就是跟北约之间的冲突呢 他占有绝对的主动权 他借助习近平去攻击台湾 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话 那习近平自己也愿意借助普京 在东部在欧洲战线上 就是拉开战线 从而让他让西方社会首尾不能相救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非常有可能 所以这样的可能的出现的很难言 我我我个人只是说 这是一种天气象 从战略的背景之下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在心理上 习近平跟习近平跟普京都有占据各自 各自需要占据的一个非常贪婪的野心 就是非常贪婪的需要 那对普京来讲 他确保俄罗斯的强大 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版的俄罗斯的把国 那对于习近平而言 他台湾就是他认为历史的地位 塑造他完全历史的地位 毛泽东收不回台湾 毛泽东把台湾扔了 他把台湾拿回来 他就超越了当年的毛泽东 所以谁都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可能的 而主动权在他们手里 而另外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小土豆 这是加拿大总理 加拿大总理呢 他昨天吧应该是 昨天他在接受这个叫环球 环球邮报 环球邮报他也叫现在有环球电视了 他在接受他的采访的时候 他呼吁西方社会联手 来对抗中共国 很少见 真的很少见 这是蛮有趣的 他说加拿大跟中共国之间 持续这个冲突 西方要建立统一战线 建立统一战线 迎接中共国的挑战 而中共国 用自己的经济实力 用自己的市场 去对西方社会进行挑拨离间 他说 我们一直在竞争着 而中共却巧妙的玩弄了我们 这一份竞争的概念 使得我们在公开市场上相互对立 这很难 应该讲说 很不容易让小土豆能有这么个认识 我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他是左派的一种代表 小土豆是左派代表 他的价值观 跟他的世界观 跟他价值观 其实是区距于中共的某些世界观 他也就变成 意思就是唯利是处的 当把利益在先的时候 他可以能够超越的利益 看到中共挑拨离间的行为 这是我觉得蛮惊叹的 也就是说 这个概念 就像刚才蓬佩奥讲的 是西方政客 在认清中共的问题上 我以为向前跨见离步 就是他很坦白 变成了很少有这么坦白的人 这个话要出自于川普嘴里 我觉得就很正常 出自于小土豆 你要把它称为是一种进步 必须加强合作 坚守立场 让中共国无法分化我们 彼此产生分歧 那这个东西呢 他就不能往下认识 在利益上 他一定可以分化 在利益上 中共国一切一定可以分化 那除非你作为西方社会 能够战胜利益的诱惑 战胜利益的诱惑 战胜利益的诱惑 你才可能 你才可能 有机会 能够摆脱中共对你的那种分歧 那也就变成了 你只能回归生命认知的品质 你回归不了生命认知的本质的话 你根本无力抗争中共国 所以这里面他没有谈到 他说 领导下中共国不再是十年五年前的中国 人权民主 香港民主 记者问题上挑战中共国 在气候变迁上要多加合作 所以这就是 你可以看到 他谈不出是一个信仰认知的差距 是因为加拿大在利益上 确实了 在利益上吃亏了 过去一再质疑中共国的人权立场 孟晚舟的故事 然后两个Michael的故事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加拿大抵制 跟随美国抵制奥运会和5G的问题 这都是泛泛的说 多伦多星报 这是加拿大曾经最大的媒体 我们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因为纸媒都已经不灵了 23号发表社论 呼吁加拿大采取行动 抗击中共国的威权 强化跟台湾的政治 和直接的外交关系 那包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内 那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媒体 强调跟台湾之间的 这种自由贸易的关系 价值观的认同 不容易 这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 在西方社会拒绝中共的问题上 就是认清中共的问题上 是一种进步 你与其说他拒绝中共 你不如说他是一种自救 就是再坏的人 他有机会自救 因为社论的概念是代表他 媒体本身的自己态度 他认为态度 他肯定招致中共国的报复 如果带来改变的话 愿意承担后果 重返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 这句话他讲出来不容易 不容易 也就讲说 当你去发展跟他强调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甚至直接的外交关系 什么叫直接的外交关系 对吧 建立承认台湾国 承认中华民国 建立直接的外交之间的利益 这种外交直接的关系的话 那他当然会招致中共国的报复 但如果加拿大能够带头承认中华民国的话 那就出现了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的场面 它的带动性影响性是非常大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在西方社会出现 人们去真正认可中华民国的话 你现在谈不上台湾国 人们认可中华民国的话 当这样的认可过程出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拒绝中共的一个 非常到位的表达 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